東京奧運才結束不到一個月 日本首相菅義偉就宣布 不參加月底的黨魁大選 這等於是提前遞出了 首相的辭成 網友說這奧運魔咒 實在是太可怕了 因為包含這一次 日本已經辦過了 兩次的夏境奧運 還有兩次的冬季奧運 結果所有當時在任的首相 不是因為離癌 就是醜聞纏身 都在同年辭職下台 直到幾天前 菅義偉還不斷說 連任宣黨魁繼續當首相 沒想到瞬間變卦 面對記者大聲提問 他也衝而不聞 因為不是自己不想做 而是黨內的同志都不挺 勸退聲浪不斷 皇帝不利 加上硬要辦奧運 讓菅義偉支持率狂掉 網友說是奧運魔咒發威嗎 回顧歷史上三位首相 不是因為離癌 就是醜聞纏身 辦完奧運之後 都在同年辭職下台 如今菅義偉也不例外 民眾笑他是落草首相 根本是安倍2.0 回顧上台初期笑容滿面 但這臉越來越臭 不斷逃避問題 重要的典禮不是說錯話 就是遲到醜胎百出 原本各界大戰的平民首相 如今負貧不斷狼狽退選 眼看29號自民黨新黨魁投票 就要登場 未來的新首相 能帶來怎麼樣的新氣象 據本民眾可是既期待 又怕受傷害 記者綜合報導 今早安 應該由